竹敏美术馆20周年了 主办单位特别开设了全新特展人静关系 要让观传的民众还有艺术品产生镜像的联想 至于还有哪些的特色主题 请看我们的报道 今年是竹敏美术馆的20周年 也是美术馆定调的艺术教育年 为了让馆内的展品更加具有教育意义 开设了全新特展人静关系 要引导观赏者与艺术作品产生镜像联想 并划分为身体肖像与情境三个主轴 让观赏者透过欣赏艺术品 进而看见不一样的自我 著名美术馆2019年典藏特展定名为人静关系 人静关系主要就是陈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次巧妙把镜子带入展览的意向里面 去结合包含作品之间 或者是大家观看的人物之间的一些连结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展出了包含馆内的典藏 像是达力啊像是朱敏老师的一些作品 那广外的话则有邀请到像耿杰生柳依兰等等的 新锐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著名美术馆可不是只有朱敏老师的作品 人静关系特别透过达力的热情女郎 苏子涵的大学长 还有张恩慈的About Your Princess 等43件国内外22位艺术家 关于人物的作品 探索人物创作的各式动机与可能性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以镜像的概念呢 结合了教育角的空间设计 那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镜像 使用的一些教育空间 那就是结合 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带来小朋友来这边体验 最有趣的莫过于展场中 还有规划魔镜游戏体验 民众可以借由胜利在展场中的镜子 与镜中的自己互动 或是亲友一起玩出创意 还有透过透明的压颗粒板与白板笔 绘画出对方的轮廓 借此看见他人眼中的自己 也借此更加的了解自我的特色 记者廖平函金山赛放报道